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积极招募世界各国的年轻人加入他们所谓的圣战 有三名美国少女就在前往加入伊斯兰国途中遭到拦截 另外伊斯兰国组织发布视频展示部分空投物资和武器 美国19号向科巴尼空投的一批物资很有可能部分是落到ISIS手中 三名来自科罗拉多州的美国少女是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转机时被拦截 据其中两名女孩为索马利亚后裔分别为15岁和17岁 另一名是16岁的苏丹裔女孩 这名苏丹裔女孩打电话告诉父亲自己上学迟到 另两名女孩则说自己是去图书馆 但当家人发现她们的护照都不见就立刻通知连调局 在国际警方的协助下将这三名女孩截获并送回美国 联邦调查局发现17岁女孩在网络上研究了几个月如何到达叙利亚 她们的父母表示对孩子的计划并不知情 另外伊斯兰国最新发布的视频显示 美国19号向科巴尼空投的物资很有可能有一部分落到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手中 但国防部表示仍在调查当中 视频中一名武装分子打开这些物资盒子展示空投下来的武器和弹药 这些物资盒子展示空投下来的武器和弹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